昨晚,2020江門宮瓦藝術進景區文化惠民巡迴演出 在白沙康橋溫泉度假村舉行 為當地遊客和市民帶來一場視聽成宴 活動現場燈光明亮,藏無虛席 指揮家斯維德和各位演奏家配合默契 用一首曲風寬敗的管弦樂 北京喜順傳邊寨拉開演出圍幕 令遊客和市民們感受到 喬香人,歡欣鼓舞,昂陽粉浸的精神風貌 胡香月,海霞祖曲,閒聊,波爾卡 藍色,多魯河,紅色,梁子君 拉特斯基進行曲等中外演奏曲目輪返登場 帶來中西音樂文化的融合和碰撞 除此之外,不忘初心,把一切獻給黨 共原,中國夢等經典演奏曲目令人心情澎湃 當最後一個音符落下的時候 全場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我們今年的高雅藝術進景區巡迴演出 是由我們今年的文館旅體局 作為一個指導的工作 我們是為了促進我們江門五一地區的經濟繁榮 也因為今年的疫情 上半年的旅遊行業受到一定的衝擊 我們下半年作為文藝演出送給景區 以促進他們的旅遊和消費 2020江門市高雅藝術進景區文化慧民巡迴演出 是由江門市文化廣電旅遊體育局主辦 江門市文化館成辦 江門交響樂團承擔演出 作為一支非職業性格交響樂團 江門交響樂團成立已有16年 目前載團人員65人曾參與江門新春樂會 高雅藝術進景區 南越幸福修等大型活動 是江門文藝主要力量之一 在殤何壇中了 與江門港人豪自眷